不好,导弹要来了,赶紧见猫子躲避导弹 主演,这不是演习,这不是演习 小小,那你慌什么 我就是一个巡航导弹嘛 还有两百多秒间别说的够啦 淡定点 对啊,巡航导弹直纳弹啊 夜里迷雾沙都没有的那种 并且能让你不害怕吗 去去巡航导弹就能够吓得到我小青龙 笑话,我可是徒时候抵御过核弹的人 连沙环核弹我都没有放在眼里 导弹算个啥 满腿把火车进会吹牛 时间紧迫不过你下刀的了 建房这么热量 要狂天夸这么艰苦的材料 应该不至于被导弹炸开花吧 它对象处置了增添花板 房顶是最先承受爆炸的 当然是越好越好 导弹那边什么情况 不会是想用几张床也不过去吧 杨妹懂什么 我就叫防空标实施 导弹看到这么大片的绿幕 肯定就不会下这里了 表现你当导弹是你家的 还是你经历的太多 导弹看到绿色就不忍心炸你了 那 随理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相信自己的运气 继续加固我的房子 这有黄金块看着不太稳的样子 拿着铁块再加固一下柱子 防止被侧面的导弹炸飞 听说导弹快来了 还好我的房子顺利完工 我就轻轻等着 看表情被炸成炸炸吧 嘿嘿嘿 导弹炸不到我 炸不到我 怎么开外吓我一跳 导弹轰了一下以后就来了 老花怎么摸摸呢 试管 要是既然没被炸飞 导弹不会真的是你家的吗 嗯 我都不知道我运气怎么这么好 嘿嘿 小妹妹看到没 到时候都喷喷喷喷 只有我这也是完好无损的 要是我的惊叹了 原来导弹真的是你家的 告诉我下一波导弹炸哪 这个嘛 不可说不可说 不说算了 我把四周围全部装成黄金块 我就不信下一波导弹还能炸到我 哼 除了屋顶的防导弹设施 还要把窗子中间加固一下 以免又被爆炸产生的车子坡正追起来 屋里空空的在板上家具箱子 还有一张床 大空靠城 这种级别的天下防御 就算再多的导弹对我也遭不上半点伤害 来了来了 导弹急速来袭 但是如果应该被炸飞了吧 你才被炸飞呢 我的碉堡安全又帅气 在这里面哪一滴血都不会空 要是你这个乱七八糟的一坨 抽死了 明明你的才是乱七八糟的一坨 我的地堡才是既安全又好看 不信你拥有小伙伴 哼 叶叶叶 还用万吗 伙伴们肯定是将家我这边呢 糟了 躲到又二人了 再等等再等等 我还没见好呢 嗯